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Diango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1次课 自定义adman的widget 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就是我们要修改字段它默认的一个widget,就是默认的这个空间 然后我们如何来设置空间的属性 我们来看如何自定义这个空间 那我们知道这个widget的空间是Diango对html输入元素的一个表示 widget它负责渲染html和提取get post字典中的数据 我们注意不要将这个widget与表单字段相混淆 因为表单字段它负责验证输入并且直接在模板中使用 widget的空间呢,它负责渲染网页上html表单的数元素 和提取提交的这个原始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配目 这个model里边,它有这些个字段 然后呢 根据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显示这个author,title和type 这几个字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网页 来看一下它的显示 看一下 它就 比如说我们增加这个poem 它就显示author,title和type 比如说这个type 它是一个 它就显示了一个什么空间呢 显示了一个stacked的空间 然后author和title呢 它默认 因为它都是恰费的 显示的是这个input textinput 这个空间 空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知道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圆码 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它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 去如何去修改 比如说这个author 我不想用这个input text 我想用 这个textarea 更大的这个 这个空间的输入 我该怎么设置呢 这个就是首先 我们 要 更改它默认的这个空间 怎么去更改呢 其实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这个poem 这个mentor里边 去设置它就行了 怎么设置呢 指定的它这个 vidgets 这个属性里边 然后指定它的字段 比如说author 你想 我们想把它给设置成这个forms.textarea 设置成这个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 OK 刷新出来了 看这个author 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textarea 这个空间 当然我们可能并不需要 我们输入的时候并不需要这么大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属性 我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该怎么做呢 然后呢 我就可以来修改它的属性 怎么修改它的属性呢 很简单 在里面设置它这个 attributes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可以设置它的行列 rose 比如说我给它设置成20 然后呢 rose 给它设置成1 再刷新一下 OK 就变小了是吧 但是这个空间跟这个空间已经是不一样了 然后呢 我们可能还想去 我看着这个框 我想设置它的背景 设置它的背景的时候 我怎么去设置呢 就是说去跟它添加一些样式 添加样式的时候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自定义这个 widget 自定义的时候 添加样式 我肯定要添加这个样式表 然后就新建一个 叫这个 input css OK 我们在这里边去简单的定义下它的样式 我们就定义这个input 然后 type等于text 它的时候 它的这个 背景 是什么呢 我们随便选个背景 OK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去使用它 man里边 怎么去使用它呢 我们来定义一个 sob input text 然后它 继承于谁呢 继承于 forms.text input 这里边我们只需要指定它的这个media media media 指定它的css 的位置 然后呢 在什么位置呢 在这个 看一下 叫做input css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去使用它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指定这个title 去使用这个sob sob input text OK 我们来刷新一下 OK 我们看它的背景就改变了 那有的同学说我不想使用这个select 我想换另外的这个选择的格式 就是也可以 说这个type 就可以让它去 改成其他的这个空间 比如说这个 select visual visual 改成visual slect 我们看一下 它就会格式 样式就马上就变化了 变成这种 OK OK 今天这节课的话内容比较简单 我们主要就是学习 如何来修改 自断默认的这个空间 然后如何去修改 空间的这个属性 如何来 自定义这个空间 并且去使用它 你这一课我们就上到这里